大家好 暑假期間去了日本旅行 去了一間書局逛 突然想到 不如看看日本高中學生的數學科 究竟學些甚麼 讓我找到這本書 把整個數學課程 總結在一本小小的書中 今次和大家一起看看這本書 理解一下日本的高中學生 他們的數學科究竟學些甚麼 好了, 打開這本書看看 第一樣我最留意到的就是 其實它有很多專有名詞 其實跟我們是相同的 譬如我們Expand 我們要展開 因式分解 因素分解 分數式 字詞和我們一樣 平方根 又一模一樣 比例式 又一樣 二次方程 又一樣 那這個複數 應該就是我們所說的複數 complex number 譬如這裏 我們這個Delta Discriminate 我們叫判別式 亦是完全一樣的 也是叫判別式 譬如Coefficient Coefficient 是系數 也是完全一樣的 接著繼續再看 剩餘定理 因素定理 即是我們的余式定理 因式定理 高次方程式 繼續看 看 到這裏 這個不等式 這個圖解 他們畫的方法 跟我們有少少分別 我們就畫一支 然後 那個點 就畫在一支 上面 他就畫在數線上 然後一條斜線 這樣畫 在這裏 按住關數 那個關數 應該是我們的 銜數 功能 它的最大值 和最小值 其實 這個圖 說的話 其實 在 M1 M2 或者以前的Amax 都可能會考到 因為 譬如我們拼物線 這樣 它有個最小值 大家都明白 最底的點 那個頂點 就是最小值 但是 它有沒有最大值 就視乎 X的可能範圍 如果 X是任何數 都可以 就沒有所謂最大值 因為 那個銜數 是可以去到無限大 但是 如果 這個問題 是跟 現實世界 是應用 題 有關的 X 可能只會 在某一個範圍 負數 和 正數 之間 所以 它就會產生最大值 在這幅圖 我們會看到 最大值 就是這一點 大家 讀M1 M2 的同學都要留意 一件事 來到 行等式 叫法 亦和我們一樣 就是 identity 據說 這個和這個 是相等的 叫你找ABC 的數值 出來 我們的做法 都一樣 可以 比較 系數 承開 然後比較 系數 或者去把數 放進去 就可以 切到方程 出來 去求ABC 的數值 接著 再看看 接著 這個 集合 即是 我們的課程 只是 很簡單 講一下 就算 也不太考 沒有考過 DSE 但其實 集合 Z 在數學 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 概念 其實 我自己覺得 應該 我們應該 更多 而不是 現在 講完 就算 還不考 是一個很重要的 數學工具 講得太少了 我們 接著 看到 這裡 有三角形的 心 即是 Sentry Orpho Center 那些 叫法 基本上 跟我們完全一樣 內心 外心 垂心 In Center Circum Center Orpho Center 還有一個 Sentry 我們 的書 應該是 形 心 但是 這本 就寫著 重心 其實 我們中文都有人稱它為 重心 因為 Sentry 的點 就是 三角形的 重心 位置 所以 中文都一樣 有人這樣叫 繼續 講一下 三角形 這個 Yen 符合 其實就是圓形 接線 就是我們的Tangent 切線 即是圓形的切線 也是跟我們學習的東西相近 直線方程 也是跟我們學習的一樣 圓形方程 軌跡 Locus 這個 領域 其實應該就是我們學習的Linear Programming 即是線性規劃 找些最大和小的 推線 繼續 看 講一下 三角形 三角 鹹數 Cycle 三角 鹹數 等式 的證明 這些 我們沒有學習的 這些 在我們的課程中沒有 指數 叫法 也是跟我們一樣 對數 Lock 就是對數 中文也是這樣叫 對數 對數方程 然後 這些是Vector M2的同學會學很多 然後 等差數列等比數列 都跟我們的叫法一樣 跟著我們看看 後面 數學歸立法 MI M2的同學會學到 跟著 再看看 這些微分 微積分 是吧 度數 我們都這樣叫 跟著 就 看看這板 剛才說過 接線 即是切線 這條 就是 發線 平常 我們都這樣叫 發線 最後 這些是 積分 部分積分法 即是 Integration by Part 定積分 叫法 跟我們一樣 最後 這一板 應該是說 統計的 平均值 我們明白 這個標準偏差 其實應該就是 標準差 我自己覺得 標準偏差 似乎好 比標準差 不應該就是差 因為差 減數的結果 就是差 標準差 就好像有些誤導性 好了 我選了幾個課題 這些課題 是我們沒有教的 但其實我們都值得 去了解一下 學一下 第一個 就是關於 多項式的複數解 就是complex number 它大約說什麼呢 如果方程的系數 即是coefficient 是實數的話 如果 a加bi 是這個方程的解 的話 a減bi 也是這個方程的解 首先說一下 其實如果這些複數 即是a加bi 和a減bi 這樣一對 我們就會稱它為 conjugate complex number 中文應該就是 共厚複數 那這個 共厚 就應該在這裡說 那個共翼 這樣 其實這個定理 就是 其實 多項式的解 即是torilomio 那些解 如果出現複數的根 的話 其實它就會以一對的形式出現 如果其中一個根 是1加i 1-i 都是它的根 是一對一對的出現 這個定理也有個名字 叫做 complex conjugate word 3 有興趣的 可以上網查一下 看看這一版 它寫著 有名不等式 我想是一些 很著名 很出名的不等式 它就是一條式 A加B 除以 大於 等於 A乘B 開方 這個 我們可以 左邊 A加B 除以 可以看成 A和B 的算術平均數 即是 A arithmetic mean 而這個 A乘B 開方 其實也是一個平均數 這裡寫著 就是相成平均 其實有個名字 應該叫做 geometric mean 其實想說一件事 其實 mean 不是只有一種 不是這樣說 除了一種 其實 普通來說 都有三種 講講三種平均數 假設我們有三個數據 就是 2 3 4 A arithmetic mean 就是我們平時的算術平均數 就是 大家都認識的 就這樣 加上它 然後 除回3 那 怎樣為 Geometric mean 就是 將這些數據 乘起 2 乘 3 乘 4 然後 開回3次方 幾多個數據 就開幾多次方 10個數據 就 開10次方 這樣 接著還有一個叫 harmonic mean harmonic mean 是這樣的 我們將每一個數字 都 先取倒數 即是 Recipical 然後 加上它 然後就除 這裏 3個就除3 這樣 拿回平均 然後 將這塊 最終 這個 結果 再拿回一個 倒數 即是 再這樣 這個 就叫做 harmonic mean 那我們 看看這裏 其實這個 就是 兩個數字的情況下 的 Rheometric mean 而這個 就是 Geometric mean 即是 這是一個 很出名的 不等式 就是 Arrematic mean 算術平均數 一定會 大於 Geometric mean 這個 寫著 背理法 再這樣看 名字 就不太知道 其實就是 Proved by Contradiction 透過矛盾的方法 去證明一些 其實是一個 挺有用的 數學工具 意思是 什麼 首先 將我們要證明的 東西 我們要證明的 東西的相反 即 有畫在上面 它的相反 就是 假設它是對的 然後 我們就嘗試 在這個 假設之上 會不會找到一些 矛盾的情況 即找到一些 不合理 不可能發生的情況 如果我們找到的話 即是 我們的 假設是錯的 假設是 我們要證明的 東西的相反 即是 我們要證明的 東西是對的 可以試一下 做個例子 例如 我們要證明 根好2 是一個 無理數 Eracional number 我們怎麼可以證明 記得 什麼叫 Eracional number 即是 它不可以寫成一個 分數 Resional number 就是 它可以寫成一個 分數 當然 分子分目 要是一個整數 我們就 假設 它的相反 是對的 即是 假設 開方2 可以寫成一個 分數 我就假設 它可以寫成一個 分數 而 有個前提 就是 A和B 都要整數 而且 這個分數 已經是 約到最簡 的分數 我們 解決了 這個分數 好了 我們做了一點 把B移過來 A等於 開方2 B 然後 我把兩邊移次 放在 A移次 就等於 2 B移次 我們看看 這一邊 是一個 雙數 一個 分數 我們想想 A 會是一個 單數 還是雙數呢? 一個 Oc number 一個單數的二次方 也是一個單數 5的二次方 是25 7的二次方 是49 所以呢 A 必定是一個 雙數 它的二次方 會是一個雙數 所以A 一定是一個雙數 A 是一個 雙數 我們可以 寫成 2k 模樣 2k 也是一個 正整數 假設 A 就是2k 寫成這樣 因為A 是雙數 雙數 可以用2k 形式 表示 插開 4k 2次 就等於2b 2次 接著 約了 2k 2次 等於2b 大家看到 這塊 其實和這塊 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 角色 調轉了 根據同一個原理 我們可以推斷 B 也是一個雙數 即是 A 也是一個雙數 B 也是一個雙數 但我們剛才一開始就說 這一個是一個 已經約到最簡單的分數 但大家都有二這個因子 即是可以再約下去 這樣便會出現矛盾的情況 所以 開方二 不可能是一個 由利數 Rational Number 而它是一個 E Rational Number 這些方法 就叫Proved by Contradiction 即是透過矛盾的方法 去證明 其實都很值得 學一下 或者至少都知道 有這樣的方法 最後看完這一版 這個圓形入面 有一個性質 即是我們畫兩條 沿線 Code 就會雙膠 並且會將 條線 產生了四個細的線段 原來它的長度 有這樣的關係 即是 這兩條雙成 就會等於這兩條雙成 而這個性質 是我們沒有學到的 這個也有一個名字 叫Intercepting Code Felium 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可能是相交 延善定理 對於我們做數 有沒有什麼用 我相信也沒有什麼用 但原來有這樣的性質 我們可以了解多些 看完這本書 我覺得他們的課程 其實跟我們都大同小異 但是 關於幾何的部分 似乎他們是比較少 即是圓形性質 三角形 算一下角 所佔的比例應該是比較少 也沒有那些立體 3D的題目 即是我們香港學生 一見到就 怕了 那些題目 沒有了 也沒有說 那些 立體 算過體積 表面面積 例如追體 又斬頭 又浸在哪裡 沒有了 這些 都是我們香港學生 最怕做的題目 但整體而言 都是大同小異 而且很奇怪 很多專有名詞 都是相同 好了 今次就講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